是不是很有质感 好的 哦 中间这样拍拍一下 不然你们割太平的话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J Photo Film 今天我要介绍了一个 磚块 文化磚 有听过文化磚吗 没听过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为我要 拿来 把我的壁纸 换掉 换成这个文化磚 这个就是文化磚 文化磚 薄薄的一片 给你们进去里看一下 薄薄的一片 薄薄罢了 然后它可以 薄的 这个是红装 红装型的 是不是很有质感 感觉非常有质感 OK 要把它粘在我的墙壁上 要把我的壁纸拆掉 OK OK 这个一片呢 一片呢 这个有49cm 然后下来呢就有6cm OK 它大概一箱是40多块人民币 OK 45块人民币 OK 然后 它一箱呢大概能够铺 1.2到1.5平方米 Square meter OK 是蛮大一下 OK 所以我的墙并不大 所以我只买了两箱 那个 两箱 OK 跟大家说一说要用什么粘上去墙壁 OK 我是买了这个 膠 膠水 OK 它也是可以防水的 OK 透明防水胶 OK 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在淘宝买的 给大家看一下 透明防水胶 OK 因为我朋友有黏过这个砖 所以它是 建议我用这个 这个胶水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放在 室内的话 用slicon也可以 用水泥也是可以 没问题的 OK 连上去之前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些 四项的 OK 给大家 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这些地方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比如这些地方 你看它贵平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扎 我们可以用那个刀片 来稍微挂一下 挂平一下 挂美一下 才铺上去 不然的话 麻烦 一下铺上去又不美 OK 这样就完美了 你看它 就没有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去年吧 OK Go 这一个就是我要换掉的墙 你看这里 都已经裂开了 这个壁纸 要把它换掉 这个壁纸把它换掉 那个文化转 不是这个墙 不是这个墙 OK 现在已经挂好了 所以要把它擦一下 等刚的明天才 黏上那个状况 现在我们要开始 把状态黏上去 OK OK 刚刚我有黏了几片 所以我发觉到 这个器呢 不要涂太多 OK 我们就 这样子弄一下 大概有 大概 这样弄一点点 然后 就是这边 这样涂一次 然后下面这样再涂一次 OK 再涂一次 然后 这样子刷 不要涂太多 涂太多 反而会溢出来 你按进去的时候 它会溢出来 OK 大概就这样 再涂 旁边不一定要涂到 OK 因为呢 你按的时候 它那些里面的气味板 挤出来 然后一定会弄到旁边 OK 这样子 然后再拿一点点 中间这样拍拍一下 拍拍一下 让它的 气跟那个 中间会比较多一点 OK OK 然后就把它 就把它黏上去 OK OK 如果有溢出来呢 那你们就要把那个 用那个味噌纸来 把它擦掉 OK 把它擦一下就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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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割的方面呢 你们尽量 把它歪一下 这样 转一下转一下 让它比较有 比较自然 不然你们割太平的话 它就会 好像看起来不不自然 大概 嗯 你们割好了 大概修一下 不要太平 太平的话就很不自然 OK 嗯 大概这样子 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 OK 还是你们割平平的 然后你们之后再修好 OK 大概就把它修的 让它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尽量让它自然一点 平平的话真的是很不自然很丑 好吧 嗯 大概是这样 看起来会比较像砖块 OK OK 终于完成了 当当当 这个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质感超好感 哇 真的是质感很好 给你们看整面墙吧 好 这样 你这个状态呢 不只是可以用在室内 你可以用在室外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贴在这个 对面墙上 贴一点点 放在室外 OK OK 这里也完成了 OK 介绍完这个文化妆 啊 不懂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妆 哦 OK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留言分享哈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大家来订阅好 OK拜拜 拜拜